欢迎收看 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欢迎收看财经之国 今天台股成交量量为出726亿 小跌三点 台股今天一度开盘的时候是走涨的 我们回到先看一下加权指数的K线 今天加权指数昨天是收在9349 今天开盘的时候是开在9370点 有没有看到 昨天是9349 今天开盘9370 往上开高20点 最高来到9384 距离前波的高点只差了一尺之隔而已 但是今天很可惜 起货盘开盘空方控盘 我们回到起货盘 起货盘这里很明显的在五分线里面 我老师放大给各位看 它在五分线的这边 很可惜今天早盘跳空开高 对不对 从这里往上跳空开高 但是跳空开高以后 9.5分现货盘一开 量出现存 现货为空方控盘 那就代表今天是空方控盘 今天是空方控盘定义 就是今天绝对不会涨 那昨天有讲到 因为在台湾50 我们回到台湾50 各位回来看一下台湾50 我昨天王老师有跟各位讲到 台湾50昨天是什么 是一个背离的讯号 有没有看到台湾50 台湾50这两天是背离的讯号 有背离就有转折 今天转折 他是不是往上开高了 但是很可惜收低了 那往上开高的定义就是说 背离要化解 化解不成 那今天的话 开高走低 那代表明天容易跌 因为背离 我们讲说有背离就有转折 有转折就是多方控盘 多方今天控盘 在台湾50这里是控盘失败 那控盘失败的话 他明天就容易跌 但是跌幅大吗 跌何所拒啊 各位为什么 因为各位你要回来看一下 你要回来看一下 国际的股市 包括NASDA也好 包括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包括法国巴黎指数 还是跟我们联动最近的 叫做韩国指数 我跟各位讲过了 我再提醒了 韩国在这一天 他已经缺口封闭了 缺口控盘以后 1234费斯系数第五天 出现了封口线 当封口线又是费斯系数 第五天的转折 我跟各位讲过 这一根一出现一定在涨 那韩国会在涨 台股在联动之下 那只有两种情形嘛 第一个抗跌嘛 第二个走涨嘛 那台股又因为啊 农历新年啊 再剩九个交易日 农历新年就要来到了 所以市场第一个强短 短线获利的卖压会比较重 第二个周转率会比较高 就做短线人会比较多 所以会造成啊 整个大盘啊 个股也好 震荡加剧也好 指数要上涨也不容易 但是不要忘记 我刚才王老师跟各位讲的 你看到的美国的指数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或法国巴黎指数 还是跟我们联动 最密切的韩国指数 简单说 从美国到欧洲到 跟我们联动 最近的雅谷里面的韩国指数 他都已经告诉你 他是什么 在走涨 最早之前王老师就跟各位讲过 这一根K线具有决定性的关键 因为它是这个区间横盘的突破 而且突破了什么 大量反压的高点 所以这一根叫做突破线 突破线一出来以后 这里又出现了封口线 所以我跟各位讲 有突破线一定涨 那韩国会涨 那我试问各位 台股有什么理由会跌 你去思考一下 如果韩国在这里 在台股封关前 韩国都是相对强势 多方控盘走涨 那台股在这里 纵使因为农历年 要即将封关 有比较长假效应之下 台股可能会买气光旺 或者获利退场 这两个因素 会让个股震荡加剧 或者涨势不容易联动 或者指数上涨不易 但是相对的 你反过来 就好像我跟各位讲过 你不要去看悲观那一面 你反过来去看这边一样 当初318亿的时候 王老师告诉你 对不对 这个就是最后的低点 我告诉你说 只有SARS两岸危机 921大地震 911事件 金融海啸的时候 你才会看到两三百亿 所以这个已经告诉你说 这也就是低点 一定要涨了 涨上来以后 现在只是遇到什么 我们讲说过年 要封关 所以量能不出 所以一定短线会引起什么 散户的卖压 但是何足距 刚才因为为什么不足以距 第一个 国际股市 我刚才给各位讲韩国了 第二个 你回来看一下 大力光啊 还在多方式 还是空方式 大力光这一天 开高杀低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过 这个空方量 这个叫多方量 空方量往下杀 何去只有 就昨天大涨 今天再涨 你再看看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是下跌了 对不对 但是我跟各位讲过 台积电何去只有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相当多次 台积电这里有一个缺口理论 你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一个缺口理论 这边有一个缺口理论 这个缺口啊 这个缺口 有没有看到 这个缺口会让它到缺口的时候上去 到缺口的时候又上去 到缺口又上去 那告诉你说 台积电一定在缺口之上做震荡 那既然如此的话 何去只有 也就是说台股啊 从量价线结构跟国际股市来看的话 都是多方格局 它只是在轮动轮涨 强势股它是不是轮动轮涨 你看一下 今天的上市的强 上跪的强势股多不多 很多个股啊 都是在这里啊 强势轮动轮涨 对不对各位 上涨 涨停本来还是很多啊 它只是轮动轮涨 包括强势股 你看一下统新 统新是不是又在创新高了 王老师 在1月3号的时候 多担心获利出场 赚了16个person 哪一档不是强势股 对 但是你现在看到 统新又在创新高了 这个就是强者很强嘛 震荡以后 它只是一个轮动轮涨 格局 好的股票 第一个 你要先找到好的股票 尊重利益数 才能可能 求收万科指 早涨晚涨都会涨 只是急涨还涨问题 到最后你只是 早涨晚涨的问题而已 很多个股啊 震荡一定会加剧 难道你没看过 当初的月丰 有没有震荡加剧 涨多的时候 有没有杀毁 各位 月丰啊 当初涨到高点的时候 是多少 58块钱 一路下沙到几点 45块钱 58 下沙到45 价差13块以后再涨 好的股票一定会震动 一定会震荡会涨 只是说 你的心情 你的血压 你的情绪 如果跟着这个股价或指数 韩国的K线 它已经告诉你什么 从这一根风口线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它已经上来 你再回到周线去看韩国的周线 我给各位看一下韩国的周线 韩国的周线是什么 已经过了这里高点 周线收红了 周线一收红 过高 高点不找高 只要K线一收红 过了这高点 它短线一定还有波段涨势 那我试问各位 如果韩国跟我们 跟韩国联动很密切 有波段涨势的话 那台股因为封关的关系 还有农历年 剩下九个交易日 那台股在这里 一定是不重视 不跟着 打折水棍上 跟着韩国联动走掌 那它也会告诉你绝对抗跌 那绝对抗跌的定义就是说 拉回的空间大不大 那拉回空间就不大 那拉回的空间不大话 那就代表你机会来了 这个就是你的机会 所以你要先想好 国际股市 现在是空方式还是多方式 如果国际股市 现在是有任何的风吹草动的话 是空方式的话 王老师就会告诉你 灰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将获利为先 落袋为安出场 如果这是空方式 有危机讯号 王老师就会告诉你 但是从11月到12月 王老师北中南演讲的时候 有没有跟各位讲过 这里没有空方讯号 既然没有空方讯号的话 你何惧之有 他当然一定涨吧 你看一下韩国 他是不是还在多方式 持续的在做什么 在做走涨 那既然持续的在做走涨的话 你何惧之有 各位 我先问各位 你有什么好害怕的 那既然如此的话 台股一定是抗跌或走涨 那接下来 你就要改变你的心态了 在国际股市是上涨 你要改变什么心态 第一个 那你明明知道台股 还有九天封关交易日 在这里各股震荡加剧 转折加速 或者是涨跌无序 或者是轮动的速度相当的快 那你心态是什么 你心态是说 国际股市既然是多方掌控的话 那代表农历开红盘以后 台股在这里没有跟上的话 到时候一定落后不涨 到时候一定会落后不涨 很多个股就会这样 在压制以后 在封关前 因为受到获利 短线获利卖压的压制以后 它就会这样 落后不涨 甚至急涨急涨 所以那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们就要思考一件事情了 改变你的心态 改变什么心态 你现在心态是要用什么 不要目光如斗 我讲过小人物啊 为什么能够减零钱 只能减零钱 就是因为目光如斗 短视尽利 只为了银头小利啊 急急盈盈 庸庸碌碌一生 你现在要想的是什么 要过完 王老师给你分析 国际股市的多方控盘之后 台股在这相对抗跌 也纵使不能打折水棍上 在封关以前 但是开红盘以后 会这样 会落后不涨 甚至急涨 金金涨 个股会大涨 那时候就会像 释放压力出来一样 那既然如此 那你现在的功课是什么 你的课题是什么 当然是在封关 还有九天前啊 这种你寻他千百度 找出真正会让你大赚 到时候开红盘以后 开始能够大涨的股票 这个才是你要的课题 但是你要找到 这种大涨股票 你先试问 你对业绩 对题材 对现行 对筹码 了不了解 如果了解的话 你就奋力一己 侵略如火 这个就是王老师 要告诉各位 第二个课题 在封关前啊 这是难得啊 如果有拉回啊 王老师先预告 如果封关前啊 有连续啊 重挫两只三只啊 我告诉你 我先暗示啊 这个就是你的机会 为什么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以后 王老师告诉你 真正的故事 各位投资朋友 在这个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 王老师有三场讲座 第一场 星期六早上十点在高雄 下午两点半在台南 礼拜天星期天的时候 两点在台北 重点 除了台股的趋势 跟标股故事之外 王老师最重要 是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啊 真正台股 标股的内容要揭秘 把握这一场 我讲过是标股的内容 要揭秘 赶快拿起电话 跟线上助理联络 把握这一场 标股内容的揭秘故事 古海茫茫 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 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投顾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投顾 02-2389-5489 2389-5489 启发投顾盘中收费语音 02-04-58966 02-04-58966 投资理财是一辈子的事情 启发投顾用最细腻的心思 为您做最专业的分析 稳定的投资通管 涨势做多 跌势做空 灵活的资金运用 顺势做空 双向操作 带领您避开风险 追求最高绩效 给自己一次积极创造财富的机会 致富之路等您来加入 启发投顾02-2389-5489 2389-548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突厥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wn Life 额排气密窗 欢迎回到现场 刚才讲到说 要用布局的心态 所谓布局的心态 我有举例 就像各位你回来看一下 今天的有A科你看一下 今天它虽然是分盘交易 我讲过它现在是被绑手绑脚被绑起来 20分钟分盘交易 但是我跟各位讲过 何惧之有 这一根是什么 这一根是突破线 我跟各位讲过 突破前高的叫做突破线 那这一根叫做确认线 你只要胆敢拉回确认线 最多拉回到这里就一定涨 就代表它拉回幅度不多嘛 那你就不要管它以时间换取空间的价格获利嘛 所以你看它拉回了这里震荡以后 它现在还是这么高啊 对不对 36.3 36.3 一张块赚13块钱赚了5 有人说一张赚五成的获利 你就等待过完年再说了嘛 就摆着嘛 反正再怎么摆着啊 过完年以后好的股票 我讲过会几涨净净涨嘛 不要为了那个银头小利啊 一天一块钱五毛钱啊 在那烦恼啊 三千烦恼师啊 一夜泛白啊 这种股票的话 它就告诉你说 它在这里是做什么突破 这里叫做突破线 我跟各位讲过 这个叫做突破线 这个叫确认线 拉回最多到确认线就会涨 有突破线 突破前高以后有突破线 必有破断行情 那既然有破断行情 现在被关紧闭20分钟 你理它 就不要理它嘛 它只是在这里震荡而已嘛 等过完 我刚才讲过 韩国跟美国跟欧洲的德国这些指数 都是多方控盘兼攻击 尤其韩国啊 绝对不要忘记韩国的周线啊 韩国的周线已经告诉你啊 在这里啊 周线一收红过高以后 就形成多方控盘跟攻击 必有波段涨势 那韩国有波段涨势 那何况台股呢 在这里打折水棍上 在封关之前 在九天台股被压抑以后 到时候就会释放出来 落后不涨 那些好的个股 那你就试 就等着看吧 强势股你就等着看 在这里被压缩 压缩到最后就喷出 我讲过好的股票 时间到温度到 就像爆玉米花理论喷出 那今天王老师讲了这一个重点 讲有了一刻之外 要讲另外一个重点 为了啊 最近啊 很多投资人打电话来公司啊 说王老师 你这档股票周线已经这样子了 一根了 周线啊 两根了 周线三根了 我现在进场不就买在相对高点 王老师啊 用两种形态跟你讲 第一个 末到桑于晚 围霞上满天 第二个 王老师告诉你 半亩方堂一见开 天光云彩共徘徊 问其水如清如许啊 唯有火水天上来 就告诉你说啊 你不要嫌他太晚 围霞上满天 你不要问他未来会长到哪里 我告诉你 火水天上来 但是啊 为了要让 这几天啊 很多投资人打电话来公司 所有的一个问题 都是我现在买 我已经少赚三成了 对不对 因为会员在这里已经赚了三成 我现在进场 我少赚了三成了 我怎么办 会不会相对高点 王老师啊 为了答谢 为了感谢啊 这些投资人啊 要当参与者 就是阿里巴巴讲的 要当参与者 有没有看到 就是悲哀人拿时间 来见证别人梦想成真 可怜人是不敢尝试 还在嘲笑别人为梦想而奔跑 活着最大失败不是跌倒 他告诉你一件事 如果一点风险你都不敢承担 那你赶快趁早放弃 我们都不要浪费时间 谁也不要给自己的时间留遗憾 你要当见证者 你就在旁边看 跟着我做 我带给你赚 那既然跟着我做 跟着王老师做 王老师带给赚给你看 你要当见证者 你在旁边观望 观望到二月份三月份 三阳开态百花齐放 都可以 但是你要当参与者 要加入魔法家族 最近几天打电话来 一直疑虑 这个股价已经跟会员 价差超过三成了 怎么办 会不会太高 王老师在这里 郑重的跟各位讲 郑重跟所有投资人 还有会员讲 为了比其功与异 为了让新加入魔法家族 投资人买在相对低点 你看好旁边的测标 万般沙盘 万般吃货 势必沙盘 王老师先跟各位讲 势必沙盘 我们讲说有的股票 万般拉台 只为出货 现在王老师要反过来 万般沙盘 只为吃货 因为要让对这个想要参加魔法家族 要当参与者的 王老师给你一个回馈 到时候你就看着 急如新火 正如乾坤 如何杀盘 我会让你买在相对低点 要将这些服务 要将这些服务全部清掃出去 你一定要怎样 把握这一次过年前 封关前 这个我们讲说回马枪 这个回马枪 是为了要让你上车 让你买在相对低点 未来 你的获利才会相对的高 王老师为了 释除你的疑虑 所以 王老师在这里 跟所有投资人也好 跟会员讲也好 我讲过 比其功于一役 到时候王老师一声令下 所有会员全面杀出 为了要让服务 全部杀出 到时候王老师在相对低点的时候 会比其功于一役 全面进场以后 隔天就有可能跳空涨停 但是沙盘的力道 我先讲绝对不会太轻 会让你魂飞魄散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魔法家族的 这个会员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沙盘势在必行 而且沙盘绝对会相当深 为了要比其功于一役 最后奋力一击 扶摇直上 所以一定要买在相对低点 为了要让所有投资人 能够买在相对低点 未来能够卖在相对高点 无声无携出场 有时候我们讲说 成者因为有策略而成功 败者因为随心而所欲 王老师就让你见证 什么叫成者因为有策略而成功 该进攻的时候进攻 该沙盘的时候沙盘 这样子不经一番寒测骨 哪来梅花铺鼻香 没有经过千锤百炼 怎么会变成无敌铁金刚 所以我讲过 这是最后上策机会 这个机会 我讲过 机会不要一而再再而三 错失 就好像王老师刚开始邀请你的时候 对不对 从第一根开始邀请你 还没第一根的时候 王老师就邀请你了 在最早的时候 还没第一根的时候 王老师在这三周四周的时候邀请你 那时候叫你布局 你不布局 第一根了 接下来王老师告诉你 第一根才刚开始 小儿才露尖尖角 他开始萌芽 第三根的时候 他才告诉你 才萌芽出来 准备要变小数 现在才要变小数 还没变大数 变财富 但是王老师刚才讲过 要给这些阿里巴巴讲的 马云总裁讲的 有没有看到 跟着我做 我就赚给你看 如果你不跟我做也没关系 欢迎你当见证者 见证王老师讲的话 王老师赚给你看 王老师赚给你看 但是你不用去嘲笑这些 为梦想而奔跑的人 到时候就看是谁在嘲笑谁 所以今天王老师的标题写 万般吃货 势必杀盘 对应到万般拉抬 只为出货 我一再继续写 不经意翻寒测谷 哪来梅花铺鼻香 没有啊 千锤百炼 怎么会变成无敌铁金刚 你就拭目以待二月份 但是在这里啊 为了让所有疑虑者 投资很多人疑虑 这里是相对高点 所以王老师告诉你 围霞上满天啊 对不对 不要啊 我们常讲悲观的人 都是认为说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王老师要用积极态度告诉你 夕阳无限好 明朝且看旭日再东升 那既然如此的话 这一次啊 回眸一笑 准备请国请成 沙盘势在必行 这个时候啊 一声令下的时候啊 让他飞铺直下三千尺 疑似银河落九天 到时候我们在全力的进场 法家族会员在全力进场 比其功一役 奋力一级啊 要买多少 买多少 让他一次大鹏扶摇直上 九千里 这一点啊 投资朋友 一定要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这次王老师 要告诉你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赶快来电咨询 最后祝各位操盘顺利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水盛评估并自负 毫无知风险 好 各位投资朋友 要把握年度破盘价 刚才跟各位讲到了 这是最后一次让你上车机会 赶快拿起电话 跟线上助理联络 价格不是破盘而已 而是要让你知道 改变频繁 成就非凡 一定要把握这一次 最后上车机会 第二个不要忘了 讲座 然后王老师要揭开 标股的面纱 还有红包股大赠送 有三场研究 演讲 欢迎北中南的投资朋友 赶快拿起电话 跟线上注意联络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投顾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投顾 02-2389-5489 2389-5489 启发投顾盘中收费语音 0204-58966 0204-58966 投资理财是一辈子的事情 启发投顾用最细腻的心思 为您做最专业的分析 稳定的投资通管 涨势做多 跌势做空 灵活的资金运用 顺势多空 双向操作 带领您避开风险 追求最高技巧 给自己一次积极创造财富的机会 致富之路等您来加入 启发投顾 02-2389-5489 2389-5489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台湾人很环保吗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是不是一只鸽子 杯子高丽菜 那是环保标章 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 你看全天然 这样就好 不是吗 有环保标章 才是对健康好 对环境好 而且经过政府 厌城通过呢 最好还是上 预设生活咨询网 好 好 好